另外是關於青少年犯罪的這個認識規則年齡問題 其實就是去內地最近下調了這個認識規則年齡去到12歲 有些犯罪情況下下調到12歲 那澳門是不是要由16歲下調到12歲呢 我想這個是認識政策的重大改變 這個就不是單單我們保安範疇一家去講的 因為這個是需要社會共識 還有呢也都是需要有一個總體的評估 那我們保安範疇持開放態度 但是根據現在目前來看呢 就是青少年犯罪的情況並不是說十分十分突出 不需要說去到這個由16歲改到12歲的情況 我覺得就是教育這個是更加重要的 所以我們就是少年感化演方面 在這方面投入很多力量去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這個也是我們投入自然去使他們去 就是重新去走向社會 這些青少年始終我們是叫致病救人 去教育的角度使他們能夠重新走向社會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